再来关心到美中之间 现在针对台湾问题 当然现在有相当多的交涉 但我们要来看到是 非官方是怎么样谈台湾问题的呢 包括是美国跟中大陆路透社的消息 就说了在3月的时候 已经恢复了半官方的核武会谈 他们称这样子的会谈叫做第二轨的对话 意思呢就是在政府机关以外 透过民间还有前官员的力量 这样子的比较共同比较开放的态度 来谈的这些政治上的问题 这也是五年来第一次 双方恢复了半官方的核武会谈 而主办这一次的第二轨对话的 就是他了美国的学者叫做桑托罗 他说陆代表中国大卫代表 说不会对台湾动用核武 相信常规的作战会获胜 而这一次呢来参与这样子的会议 中国大卫的代表团成员 有学者跟分析家以及前共军的军官 所以等于说也呼应了这一次的第二轨对话 他主要就是希望由前官员 还有学者来共同理性讨论出 有没有和平的解放 但我们来看到在南海上 现在烟消威真的是越来越浓 尤其是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冲突 也越来越剧烈 现在已经到了护袖肌肉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巴拉网新闻网就报导说 他们当地的民众募集了有055型的上万顿的驱逐舰 当中他们发现说很有可能其中一艘就是大连舰 而且呢一次就有两艘的驱逐舰出现在周遭海域 在哪里呢就在巴拉巴克海峡被民众募集 另外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其实他所释放出来的消息 似乎也呼应了也印证了这个菲律宾的说法 他们说南部战区海军的某支队伍呢 是组织了多型的这个舰艇到南海某个海运上 进行的演练科目包括是对海射击 还有反潜的科目以及补给的科目都是演练的状况之一 而且呢其实这个位置像是巴拉巴克海峡 本身可以说是第一岛链的战略料地 当然非常重要 另外呢其实中国大陆的观察者网也说了 其实现在南海的紧张情势是越来越升高的状况下 美国的两个航空补件包括是雷公号以及罗斯福号 离开了西太平洋 但是呢在南海上的冲突过去的一个说法是 中国大陆其实想要测试一下菲律宾的反应 还有美国的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美菲双方其实签订了所谓的美菲联防条约 只要当众的一方受到武力劲动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进犯 但是从最近南海上的冲突 从6月17号的事件发生到现在 目前是出来的影片还有当时的状况来说 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说中国大陆亮刀的行为 其实已经接应到了触犯战争罪的情况 所以现在国际专家包括美国自己都很担心会被拖下水 南海仁岸暗杀17号的中非冲突 大陆官方在释出最新画面 向菲律宾船只喷射水炮 事实上人岸暗杀离菲律宾巴拉旺岛只有两百公里 马尼拉当局也咽不下这口气 事后再加码发布照片 包括船员手机被折断 船上的仪表板遭破坏 橡皮艇也被刺破 证实大陆海警强行登船大肆攻击 今晚北京称是非方先挑起争端 但前一天非方就有公开双方当时对峙画面 包括大陆海警不断挥棒和斧头 造成至少八名菲律宾人员受伤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上个月彩化红线 不少专家也认为大陆这次几乎就是战争行为 因此可能会触发美非条约 把美国拖进南海战争 不过非国军方表示 他们已经很克制了 没有进一步行动 那还紧张情势升温之际 即前一天美国国务卿批评大陆 日本自卫队如今也公开挺飞 TVB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有没有任何一个决定 可以扭转俄乌战场上的目前最新局势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最新表态 再开绿灯 这个绿灯是什么 之前其实在整个俄乌战事发生之前 在当下的时候 美国其实划下了一个红线 就是说我今天给你乌克兰的武器 还有北约提供给你的乳器 你不能用来打俄罗斯的本土 因为很担心 俄罗斯会借此用核武来报复其他国家 但是从这件事来看 现在有不同层次的开放 之前哈尔科夫也是乌克兰的第二大臣 非常危急的时候 美国就说了 好我开放武器给你使用 你可以为了捍卫哈尔科夫 攻打俄罗斯的边境地带 而且用的是美国的武器 但现在这样子的程度要再度开放 现在乌克兰精队可以使用美元的武器 来回击俄罗斯的本土 而且已经不限制在哈尔科夫附近了 所以等于说 其实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欧美援助的武器来进行攻击 其实这件事恐怕已经踩到了俄罗斯的底线 会不会引发战事升级的情况 还可以持续观察 但美国一再的强调说 我今天不是赋予乌克兰主动打劫的权力 或是赋予他所谓的反击能力 因为他们认为说在这场战事来说 乌克兰还是节节败退的 而白宫的国安顾问Sullivan也说了 其实重点不是地理 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可以打到哪里的问题 而是常理 这个常理强调的就是说 要让乌克兰有所谓的反击能力 但是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乌克兰的状况来说 现在他们最担心 而且必须要补足的 还是空防的实力 这件事情Sullivan在之前也是拼拼的 跟欧美国家呼吁 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 包括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 还有其他的拦截飞弹系统 这样的呼喊这样的声浪 美国的确听到了 所以决定要优先提供给乌克兰 数百套的这些空防系统 让他们不会受到 包括俄罗斯的拖曳弹 或是其他无人机飞弹的威胁 但是相对来说 现在整体来讲 全球的5G都还是明显偏少的 所以说也暂缓了出货到 其他国家的这样的需求 16个月 但是当中是不包含台湾的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 因为是俄罗斯跟北韩 现在越走越近 而且还签订了 这个相关的条约跟协议 这样的事情也让南韩觉得非常不满 所以现在也说了 南韩谴责了二朝双方 共同的防御协定 需要重新修改挺污政策 意思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空间非常大 有没有可能 干脆南韩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现在是一个可能讨论的方向 所以普京也嗅到这个味道了 他说如果首尔提供 乌克兰武器的话 将会让南韩痛苦的方式来回应 是不是提供给北韩武器来攻打南韩呢 这当然也是普京可能的盘算之一 这几波事情到底还会怎么演变 当然还是要时间来告诉我们 但是可以确定是 朝鲜半岛现在局势是越来越紧张 尤其最近频频发生 有北韩的士兵越过了中央的军事分界线 而且呢短短的时间就发生了三次 包括是6月9号 6月18号还有6月20号 最新的一次呢 发现有北韩的士兵 违规入侵了20公尺 直到南韩的士兵开枪 才将他们赶回北韩国际 边境又有士兵越界 让两韩交界前线刚哨 周四再度绷紧神经 南韩士兵宋宋明枪驱离开大声宫市井 这已经是纪9号18号后 本月第三度 由北韩士兵侵犯军事分界线 这次违规入侵20公尺 那韩军方分析认为 应该是不小心在灌木从迷路 不是刻意乱闯禁区 尤其北韩从4月开始 在边境周围进行施工作业 难免方向研判错误 根据卫星照片显示 北韩在临近河流砍伐 埋地雷都是控管困难的地带 一次要阻止民众靠近甚至叛逃 现在适逢南韩脱北团体 平平空调星战气球 扰乱民心 脱北者柔行公事宣扬 民主美好 周四投放5000个USB和3000张 印美元钞票到北韩 当人惹得金氏政权不开心 领导人包媚金宇正再度 透过朝中社开枪 北韩扬言采取暴富 暗示更多垃圾气球 也会飘往南韩 你来我往的空头战 恐怕只会加深朝鲜半岛 两国对立 2024的美选 两老对决 双方非常重要的政策交锋 就是移民政策 虽然说现在拜登 把移民政策再收紧了 但是现在川普反而出其招 把移民政策再度放欢 当然他没有 目前还没有实权 但是我们先来看他怎么说 他是参加一个podcast 被问到说 如果要合法保留 更多的高科技优秀人才呢 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你今天是外国人 到美国去读大学的话 只要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呢 我自动送你绿卡 而且自动发放 这样子大开放的政策 当然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说 你的立场是不是完全大洗牌 完全不一样呢 因为过去 他是把非法移民骂到臭头 他说这些非法移民犯罪 而且偷了我们的工作 还有政府的资源 甚至讲出比较过分的话是 毒害我们国家的协议 但是现在为了选举要低头要更改 所谓的移民政策吗 或许恐怕还要时间再来检验 但是呢 现在大家第一个来检验双方的意见 还有政策牛肉的场合 就是6月27号的 美国选举首场辩论 其实幕僚怎么在定掉 这一次的首场辩论呢 当然还是想要抹黑对方 因为双方现在都有个共同的政策 就是要把对手定掉说 第一个你这个执政状况 要完全失控 因为两个人本身都担任过 美国总统的位置 而且呢要把对方 达到一个你完全不适任的形象 甚至呢 在川普跟拜登两个人的确现在 都跟司法扯上来的关系 包括我们说 川普自己本身就涉入了 刑事的犯罪起诉当中 另外呢 在拜登的儿子部分 其实也被起诉了 所以当然 以这两个人的状况来说 恐怕如何洗出 他们在美国选民当中的心理形象 非常重要 但是呢 当然准备还是不可晓得 像拜登将会在大外营 跟他的核心幕僚 研讨一些辩论的政策 而且呢 预计要向川普就策 会不会重提当时的国会之乱呢 也可以透过这一次辩论来做检验 但川普怎么做 他召集的是自己的副手考虑名单 而且参与辩论的规划 而且呢 他保证是绝对有效率 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修辞 因为我们看到川普的形象 一向都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 这一次会不会变成 有礼貌的川普呢 也是这一次的辩论 值得来期待的 但是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最新的民调 目前这个拜登 还是稍稍领先两个百分点 但是他的募款金额 却被川普超车 美国2024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会 将在美东时间27号登场 前总统川普和现任总统拜登 四年后再次对决 这次辩论会由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办 预计将进行90分钟 最新投掷同板决定 拜登选了站讲台的右边 川普会做最后节变 上次辩论川普是总统 拜登猛攻他的政绩 两人出登场就火药味十足 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 新冠肺炎疫情正处高峰 防疫是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两人也不免对此 唇枪舍战了一番 今年拜登是总统 换他的政绩被检视 两位参选人的辩论焦点 会不断围绕在战争与罪犯两件事上 川普在各个竞选场合 痛批拜登在俄乌战争 与以哈冲突上的政策错误 拜登则猛打竞选广告 炮红川普是被法院定罪的罪犯 川普在上一次的辩论会中 预言拜登执政后的经济惨况 最后证实并未成真 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还有经济 通膨和移民 移民预料会占辩论很大的篇幅 拜登18号宣布了新移民政策 让50万无证配偶 以及5万无证配偶的 21岁以下子女获得合法身份 无需再担心被遣返 川普随后也在威斯康辛州的 造识会上痛批拜登宽松的移民政策 还保证上任的第一天就撤销命令 川普与拜登原本的 本就是美国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 如今两人又老了四岁 川普78岁 拜登81岁 只可惜两个人的好感度 并没有与年龄一起增长 拜登好感度下滑11% 还有58%的民众不喜欢拜登 川普好感度下滑2% 也有55%的人不喜欢他 福斯新闻最新全国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度有起色 原本还落后川普1% 现在来到50% 小赢川普两个百分点 这可能与川普最近被法院定罪有关 川普被定罪坏了人设和观感 但没想到他的募款金额 却突飞猛进 川普竞选初期 募款不顺 一直落后拜登 但从5月开始连续两个月 募款都胜过拜登 目前已经超车8100万美金 不过拜登马上就有大金主撑腰 媒体大亨 前纽约市长彭博宣布 捐款2000万美金 支持拜登连任 拜登目前仍在大卫营闭关 全心准备下周四的辩论 TVBS新闻总和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